新北市行动治理座坛21号上午来到了实定区 市长侯友宜与地方里长们直接面对面 针对在地各项建设和议题进行讨论 对于实定区市长侯友宜表示 这是一个美丽的山城 除了要以在地特色结合观光外 包括停车场交通动线等会想办法一一来协助解决 比较关心的就是说 停车场的问题以及教育问题 甚至有一些交通涌塞的问题 如何把它最好解决 当然除了这个问题以外 在整个风景区规划的动线上 如何结合我们的整个农业 能够带动观光修宪的产店 这也是他们所关心的 我都会请你一意的给你解决 另外在民生需求部分 光明里里长黄宝志提案 在里内储水塔和加压站已经施作完成30多年 但却因为管线问题到现在人无水可用 对此市长侯友宜表示 会要求水利单位来克服困难 简历自来水是我们大家所关心的 因为在山上其实市民饮水不坏方便 我都会请我们的水利单位 主意来克服他们所面临的挑战 希望大家都可以很轻易的可以用到简历自来水 市长侯友宜表示五年来透过了行动治理座谈 来了解在地里长的需求 因为里长关心的事情就是里民关心的事情 感谢里长们的付出以及提供的宝贵意见 让市府团队解决问题的效率提高 进步的速度更快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